蓝湛,你就不问我金丹的事吗?魏无羡知道蓝旺基肯定探查出来了,现在只怕是怕提起这个让他难过罢了,可是,既然打算把自己明明白白地告诉蓝湛,他自然不会把这事忘了,或许年少时,他的骄傲和对江家的守护不容许他把金丹一事说出去,可现在,在面对未来会携手走下去的道理,那点推开人的骄傲, 还不如换来与心爱之人的交心,不会处处担忧自己 蓝旺基抱着魏无羡的手骤然收紧,他当然想知道是怎么没的,又是谁做的,他拼尽所有也会替魏英报仇,想尽办法也要修复那颗金丹,可,他不敢问,他怕这一问,就会再次伤害到他的魏英,他原本想着暗自查下去的,可,魏英,你若是不想说,我就不问 蓝旺基的声音尖色无比,带着不容忽视的疼惜,让魏无羡不由地震开了他的怀抱,心疼地把那紧皱的眉头一尺一寸的抚平,才露出一抹轻笑 蓝旺,我都告诉你,我说过,什么事都和你说,仿佛是在说着别人的故事,魏无羡的声音平静地让人揪心,只有说到他再也感受不到一丝灵力的波动时眼底才飞快闪过一丝痛楚,随后便是更加平静 说完后对上蓝旺基那深邃的眼神时,魏无羡轻轻一笑,把过往种种抛之脑后,反正,事情都过去了 现在的他有蓝旋,金丹很快也能重修,一切很快就成归尘,新的生活在等着他,他又何必沉溺于过去 我竟不知这么多的事,与魏无羡表现出来的平静不同,蓝旺基却显得懊恼不已 好了,蓝旺,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有你在,我相信我的身体很快就会恢复的 而且我也找到法子重修金丹了,这不很快就和以前一样了吗?嗯,不对,转了,还多了一个你 对上魏无羡一服我转大发了,快夸夸我的表情,蓝旺基心里更是心疼 他知道,这是安慰他,可,明明该得到安慰的是他自己啊 可他却只能顺着走下去,他也不愿话题继续停留在这,只会让魏英更加难受 魏英,是我转了 蓝旺基抓着魏无羡的肩膀认真道 三生有幸与君相识,相知,相恋,余生,定不负君 最喜欢蓝战了 不对,是最爱蓝战了 魏无羡猝不及防就在蓝旺基薄唇上留下独属于自己的印记 等蓝旺基反应过来 看到的就是如同一只偷星的猫那般笑得格外欢喜的人 无奈之余,便是纵容 嗯,那我们回宴会里头吧 我们出来这么久了 想必金光扇也该回去了 我可是主角 没了我 这戏怎么唱下去 知道蓝旺基把金丹那事算是翻页了 魏无羡这才想起被他扔在角落里的计划 就一脸玩味地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蓝旺基 然后就拉着蓝旺基躲过来往的人 很快就到了宴 待蓝旺基再次回到席位时 蓝西城很明显就感受到明显变得格外愉悦的弟弟 心里有了比较靠谱的猜想 这些天弟弟的情绪变化都和魏公子有关 虽然线下魏公子没有来 但看弟弟现在愉悦的模样 他想或许是旺基方才出去恰巧碰上了魏公子吧 旺基可是如愿了 再细想自家弟弟这些日子和魏公子见面总会不欢而散 这次却没有 想必是说开了些什么 嗯 蓝旺基感受到怀里小纸片人不安分地戳了戳他的胸膛 似乎还有些羞脑 更是难得露出了一抹潜笑 他不由地想起方才的事 先前在艳客厅外时 魏无羡正极力劝说着让蓝旺基快回去 不然金光扇都回来了 可蓝旺基却颇为舍不得 被逼急了就眼巴巴地看着魏无羡 一副不愿意那么快分开的模样 又显得有些可怜的模样 让魏无羡心里一软 这一软呢 救人都快没了 先是自愿说着会继续变成小纸人 等到金光扇出来有什么动作时再回身体 再是 承诺了一堆有的没的东西 比如一定以自己安全为上 欲是不能逞强这些诸如此类的承诺 最后更是狠下心来献稳 结果被学习能力强大的蓝二公子亲回来 更丢人的是 放开的时候 腿软差点没站稳 让魏无羡郁闷不已 明明更有经验的是自己才对 怎么最后败下阵来的还是自己 最后蓝旺鸡心满意足地带着似乎在闹的小纸人回到了燕客厅 顺便在魏无羡身体上布下了不少防御的东西 免得在神魂出窍期间被人有机可乘 虽然那地方很隐秘 魏无羡自己也折腾了一堆福转在身上 带蓝旺鸡入座没多久后 金光扇带着眼里满是笑意重新回到主位上 看着厅内的宾客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今天这人也齐了 各家的掌权者几乎都在场 可真是妙极了 原本他以为魏无羡身死一事只是误报 没想到连金子萱也这么说 而且留下的鹰虎符 他方才也实验过了 确实能控制凶尸 那估计是真的死了 现在可真是天都在帮他 先都之位他如今更是势在必得 若今日还谈不下来 可别怪他无情了 只要等金光摇他们 把暗自训练过的凶尸召集到这边 届时便是主动出击的时候 如今金子萱也被他关注看好了 总不能出来捣乱了 他这儿子就是不上道 天真了些 现在就该颠倒黑白 鹰虎符已经到手 任他们想到魏无羡是被他金家弄死的 又能怎么样 鹰虎符在手 谁敢说半个不字 何况 就算没有鹰虎符 目前实力保存最完整的 就是他金家 其他几家至今没恢复过来 又怎么敢和他硬碰硬呢 诸位 今日还有个喜讯 不如大家先停一停 金光善得知 凶尸已经在后命了 金光善妈撒了下手中的鹰虎符 看着聊得热闹的众人开口道 金宗主请讲 还有什么喜事 我们等着呢 姚宗主反应极快笑咪咪地附和着 对啊 不少家主也随即迎合起来 诸位 就在不久前 夷灵老祖魏无羡被我金家门生成功所杀了 现在 诸位可以不用再担忧这个邪魔外道来对你们不利了 金光善挂着一派笑呵呵的表情 却在观察着听完这话后先门百家的反应 这话刚落音 众人神色各异 有怀疑这是真实性显的怀疑与惊疑的 有因不必再胆战心惊大叔一口气的 有因一个曾经名扬百家的名人就此陨落而遗憾的 有开怀大笑的 也有脸上不显什么 心里却已经打起各种小算盘的 蓝西辰乍一听这消息也是愣了一会 很快就反应过来 有些担忧地看着蓝望姬 却见蓝望姬低垂着头 让人看不清她的神色 只是隐隐在抖 望姬 你 想安慰安慰 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她知道自家弟弟对魏公子的感情深厚 偏生现在 等等 她没记错的话 方才自家弟弟的开怀显然是因为魏公子 那现在是 蓝西辰看了看蓝望姬 又看了看金光扇 心里猛地闪过一丝念头 只怕这金宗主被魏公子耍了吧 而且 既然魏公子也来了 依他对魏公子为数不多的了解 那这金宗主 怕是 要倒大霉吧 蓝望姬依旧低着头部说话 身体有些颤抖 其实是在忍耐着 看着自己的手 因为 本该隔着两三层衣服 在他怀里 这蹭蹭那戳戳的一个人玩得不亦乐乎的小指人 不知何时从衣袖里钻了出来 抱着他的手 似乎在表示亲亲 还用自己柔软的指身 努力摆出卖萌的动作 这些看得他心都在惨 恨不得现在手上的是真人 把这招人喜欢的人抱进怀里 揉进骨子里 他怎么会不知道 魏英这是担心 他听到他的死讯会不高兴 这是特意在哄他 安慰他 对不起